英超首轮 利物浦还被迫从18人大名单中,砍掉了莫雷诺和索兰克,这么庞大的阵容,克洛普无法令人人开心,但他提醒暂时打不上主力的部下,以大局为重,不得以一己私利破坏安定团结,我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开心,我也从未做到过。 克洛普说,无论在8月31日发生什么事情,那是转会窗的最后一天,我们都清楚,届时的阵容将共同奋斗至少4个月,直到明年冬窗再开,谁会因为这个4个月效力利物浦不开心,不开心我也没辙,我能做的,就是要求每个人全力以赴训练,训练好上场机会就大,保住主力位置的机会也大。 这些事情是保障全队和谐和开心的要素,克洛普丑话说在前头,生活中肯定有比周六周日打不上比赛更艰难的事情,世上也有比打不上比赛更艰难的问题,如果你是集体的一份子,就总是有机会改变场上的局面。 有的人不愿意等待,比如转会一甲球队卡利亚里的中卫克拉万,另外门将米尼奥莱和边峰马尔科维奇也在寻找下家,克洛普担心那些走不了的人会给全队造成负面影响,球员开心与否,其实和我的排兵部阵关系不大。 克洛普希望替补球员能努力改,变自己的决定,我确实是最后拍板谁上谁不上的人,但在我决定之前,球员自己也要负不少责任。 最理想的情形,是全队只有11人没伤没病,这样大家都开心,哪怕是累得要死也是开心,只要有12个人问题就来了,为什么偏偏是我打替补,如果有人不满意我的决定,那就是对本队的现状没有清楚的认识,保持和谐是克洛普的头等大事。 他特别提防媒体无视生非,影响全队团结,首轮英超,萨拉克和马内一共打进三球,有媒体问及利物浦的风险是否存在争进球,克洛普断然否认,他们不会叙述各自进了多少球,但他们很想受配合,如果有机会接纳,具有相同素质的球员进队我当然乐意,但我们不是要在前锋之间开闪进球的竞赛, 他们也不会太在意各自进了几个,他们只想踢球,他们也很喜欢本队目前的打法,他们进球多时得益于本队的风格,也得益于队友为他们付出的一切,首轮比赛中,新秀乔格麦斯和范黛克合作无间,克洛普无需催促,洛夫伦和马蒂普踢前回队,我一点不怀疑乔打中位的能力,踢兵位的人很吃力,但有中位保护弹子就不那么重, 他和范黛克很默契,马蒂普可以进周一的大名单,洛夫伦的伤还没有好彻底,不过,我们有足够的人手,法比尼奥也能客串 和范黛克合作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